再來大家要贏經濟 不過說到薪水的部分 在我們國家有差不多是二十多萬人 薪水是從這個基本工資都沒有 還是留在十七年進行的這個基本工資 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塊 他們就是家庭裡的這個活路 所以看到這個禮拜 是辦公室的時候 他特別來到老闆部外面來頂情控育 要求他們的薪水要來比照 現在基本工資最主要有一千 一萬九千控四十七塊 在老闆部門口 大聲化口 像百個在臺灣家庭 混沌照顧公開的家庭外路 星期日還要休息 不過他們一樣選擇來頂情控育 因為他們休息的時間就 剛好時間等 而且薪水要停在十七年前 只有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塊 十七年來臺灣無家庭 不過他們一樣只能扣到這段薪水 嫁錢回去處理 買先花用品 有人想到這裡 人不足老百歲 哪控育哪好 現在社會各界都在討論 薪水太多 給國家很減少 不過臺灣二港的名標是 第三世界就存在在臺灣家庭 十幾萬人都繼續的 繼續的成為在家裡的 每一個的家裡面的奴隸 第三世界就在臺灣的每一個家庭中 對處羅東部會議員政府已經 直接打拚在推動家庭 六港保障法律法來保障家庭 的六港 將相關的工作時間以及勞動條件 都放在這個法裡頭 那後續呢 我們會請行政院積極處理 這個相關的一個審議案件 羅東部表示 目前策案已經在行政宜 在那裡有規定家庭 多勞薪水 不可以比日本港主要更多 也頂出他們的港主時間 休息的時間 休息到有新手相關的觀念 只要發一通過 就法律可以保障這項人 現在看出七客風 台北部都 歡迎再次收看 燦爛時光惠客室 燦爛時光惠客室呢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自播的線上廣播 以及線上視頻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議題 在今年的3月9號 也就是在上個禮拜 有一群外籍的移工 他們上街去抗議 特別到勞委會 勞動部前面去抗議 為什麼抗議 抗議當時的 抗議這個已經十幾年以來 這個台灣的外籍勞工的薪資 基本薪資都沒有調漲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各地勞工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吳靖茹來跟我們一起談談 為什麼要去抗議 這個台灣目前外籍勞工 或移工的處境到底是如何 靖茹你好 可以請你告訴我們當天3月9號 為什麼要去上街抗議呢 在當時抗議的最主要訴求是有哪些 應該說我們這個議題已經打了很久了 就是家務工的基本勞動條件保障 那3月9號其實是要呼應3月8號的 國際婦女人權日 國際婦女節 然後3月9號的時候我們主打的還是一樣 就是家務工應該有勞動條件保障 特別是其實基本薪資的這部分 已經17年了都沒有動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除了 然後會一直拿來當藉口的說 公時上很難界定他們什麼時候是 什麼時候是上班什麼時候是下班等等 雖然這個其實在兩公約 在聯合國的那些文獻裡面 都清清楚楚的說 只要你不是可以休息 不是可以自由使用的時間 都是工作時間 那這個其實都很清楚 可是老闆還是拿來當藉口 無論如何 所以我們要求說 就算你時間上不能夠去確定 那至少你基本工資上要能夠調漲 成為他們每個基本工資 要在每個行業都可以適用 我們等於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聽眾們 還有特別向靖茹說一聲抱歉 因為靖茹其實今天火龍非常的痛 而且也特別擔到我們的這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擺盲之中還來上我們的節目 那剛剛你特別談到這是一個家戶勞動 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是很清楚說 外籍勞工就是外籍勞工啊 或者是移工就是移工啊 那什麼叫家戶勞動 那這家戶勞動的這些外籍勞工 跟一般我們看到在工地上面 在工地裡頭或在捷運 在捷運工地的這個移工有什麼不同嗎 他們的工作性質或他們在法律的保障 甚至在某些的規範上面是有不一樣的嗎 就是在台灣現在大概有48萬左右的移工 就是從東南亞過來的蘭嶺移工 然後他分為就是在家裡照顧的家庭幫傭看護工 然後還有是製造業的就是在工廠的營造業的 在幫我們造橋鋪路的等等 這兩很大的區隔是家務移工是沒有在勞基法下面保障的 然後其他的漁工還有廠工還有營造業工人 都是在勞基法下面的 也就是說勞基法會規定基本的工時還有基本的工資 工時就是說你最多能夠做多少小時 就超過人體的基本負擔了 公司就是說你最少要領到多少錢 你才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所以這兩個一直是在勞動條件保障上很大的重點 目前家務工就完全沒有這些保障 目前家務工就是365天24小時繼續工作都不算違法 也就是工部門不會用他的公權力去阻擋家庭的這些勞動者能夠休息 不會去阻擋他工作 不會請他說如果你沒有讓這個勞工休息你就是違法 沒有這個權利 對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在台灣的這種外籍勞工 可以看到分成簡單講兩大類 一個就是我們一般在工廠或是在一般所謂的工地 看到這些比較屬於體力勞動 或者是比較看到就是他們花很多的心血 很辛苦的在那邊做體力勞動 把我們蓋房子這樣的一個外籍勞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我們在所謂的家庭的看護工 這家庭的看護工大部分會在我們這些有些特別是在長期照顧的裡頭 扮演一個非常大的角色 那這其實我想很多人大概不太清楚這樣一個差別 那依照你的意思來講就是說 這些在工地裡面的這些外籍勞工 他們是按照台灣的勞基法有基本薪資的保障 那薪資的薪資也跟台灣的一般勞工是相同的 那可是在這個家庭看護工它卻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以前家庭看護工都沒有在勞基法的保障下 可是不成文的就在基本工資上一直跟著這個基本工資漲 一直到2007年基本工資調漲的時候 然後盧天寧就宣布說他不是勞基法保障的勞工 所以因此而完全阻絕了基本工資的繼續調漲 為了家庭看護工這樣 這也蠻奇怪 那台灣不是也有本國級的家庭看護工嗎 那他們也沒有收到勞基法的保障 對 他們也沒有 可是本國級的家庭看護工現在是市場上來取決那個價格 對 然後本國級的看護工也可以 最少他可以用繳投票 就是如果他不要成為覺得這雇主對他不好 或者說這雇主的工時太長要求太多或怎麼樣 或他自己受不了他就可以辭職走人 對 可是外籍的家庭看護工是沒辦法這麼做的 他們就是被綁住 有所謂的合約上面的限制嗎 其實是法令上的限制 法令 法令限制說你不得自由轉換雇主 對 除非你被性侵害 除非你被虐待等等 也就是說必須發生非常悲慘的事情 他才有可能離開 這個他非常不喜歡 或者對他甚至有一些 甚至是一種虐待的這一種所謂的雇主 是 所以在台灣的這些家庭工 其實是既便宜又好管控 我們曾經幫助過家務工 甚至被那個被照顧人 性侵害了三四次他都不敢走 因為其實跟之前香港發生的這個 這個印尼勞工狀況一樣 就是他怕付不了還不了 在還沒來台灣之前的那個龐大仲介費用 所以就一直忍 忍到自己受不了才出來 所以其實家庭康務工在個別家庭裡面 不但是危險 而且基本工資沒有保障 而且工時又很高 所以他們其實是處於一個非常非人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種狀態 就是說你今天能不能一個好一點 相對好一點的這種工作環境 是取決於你的命運的安排 一切都是命運的捉弄 那難道這個政府難道這個國家 沒有辦法去有任何的一種介入的可能性嗎 當然可以 應該是說我們這個政府啊 其實簽了兩公約了 其實簽了CDO了 其實也知道說其實有相關的人權的保障 都必須要去落實 可是到目前為止 包括行政院姓評處都還不知道 我們正在推家務勞動的這個保障 所以姓評處應該是CDO的一個主要的推手 那CDO是什麼呢 就是婦女應該有被平等對待 那在台灣的所有的這些家務勞動者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是女性 以移工來講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女性 那當這些人都還沒有被看到的時候 更不用講被平等對待 那台灣的中央主管機關就是姓評處 連這個都還不曉得 所以說再加上現在應該說 以性別來看是這一點 然後以整體的移工狀態來看也是一樣 就是台灣政府一直不把那個仲介費用 仲介這個問題做解決 那台灣政府一直綁住藍領移工不得轉換雇主 所有這兩個狀況其實會把這些人夾在當代 當成當代的奴隸就是這個狀況 是制度上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說每一個雇主都是不好的 其實有一些好雇主 但是大部分的雇主就是會follow現在這樣的制度 譬如說我們知道劉珊珊就是這種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常常是一個外交官 可是她還是把這個習性都帶著了 綁著人家護照綁著人家居留證裝了監視器 讓人家不可休息還要扣薪還要簽自願書等等 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台灣的現狀一模一樣 這個其實讓人家覺得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一種狀況 我們姑且不論簽是不是簽兩公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國際的協定 這個其實就是在一個國家裡面的受僱者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我們看到它是一個黑盒子裡頭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沒有人知道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有的這些人的遭遇 所有的這些人能過一個比較好一點或是正常的生活 基本上來講都是在一個所謂的私人的關係之下 可是任何的勞動的關係 特別是他也有薪資的這樣一個所得 他就應該是一種公共的關係 是一個政府國家可以介入的 但是我們看到他基本上是沒有 可是我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那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去介入 例如說他用他可以有什麼樣的方法 是知道他的在工作的狀況 他是不是一個合理的 或者是說也許政府會給理由 就是說反正他們都在家裡面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一個合理的工資 合理的工資 或者是說也許僱子他自己去簽 說他其實每天工作的都沒有超過八小時 可是實際上去虐待他 這個政府的可以介入的這種可能性到底是什麼 其實勞委會之前早就做過統計跟調查 就是他勞會的調查是讓去調查出 20幾萬的這些家務移工 然後其中大概有10萬人是3年內都沒有休假的 然後平均的工作時間大概是14到15小時 可是有學者研究是14到18小時 所以這些人其實他們的工作狀態跟他們的工作時間 其實我不會不知道 然後包括我們之前發生過一些悲慘的案例 包括之前2003年的劉霞事件 就是那個勞工跟劉霞本人 他們都得過優秀的雇主跟優秀的勞工 那這個勞工他其實一直在擔心劉霞的狀況 就是說他沒有一張紙他都不能 拿一張紙他都不能夠自己拿 所以他就自願不休假 所以他其實也不是雇主要他不休假 他自願不休假 那當他發生那個慘劇的時候 其實是他出現了幻覺 他覺得有地震了 所以要把他救出來 所以不小心摔到了流下 那後來接二連三也發生很多這樣的慘劇 譬如說我們知道台中有一個比西塔 他那時候也是拿刀砍了家裡的小孩 也是因為小小的就是發生了小小的爭執 然後整個情緒就崩潰 那當然我們去了解之後發現 以前就有一些忍耐 就是他跟家裡的互動狀況 有出了一些小問題 然後再來呢 還有我處理過一個案子是他自己是在雇主家 然後上吊自殺的 就是他自己的在菲律賓的家庭出了狀況 就是老公有了小三 那他就想不開 然後後來在雇主家上吊自殺 我們是透過他妹妹寫給他的遺書才看到的 那所有這些事情 不只是說他們的工時長工資低以外 還包括因為沒有休假 導致於他們有一個互相的聯絡網 很多雇主甚至不准他們用手機 基本的那種對外連通訊的方式都沒有 那這個剛剛講自己上吊自殺的這個勞工 連隔壁的鄰居的移工都說 他其實連倒垃圾都很少跟我們有互動跟講話 但是雇主是很稱讚他 覺得這個人就是每個月只有出去半小時 會錢跟旺民殺 所以其實所有的 所有的家務移工都被期待 不要對外聯繫 被期待就是乖乖在家裡 被期待就是你好好做事 你不要出去工作 我給你加班費就好 所以其實這些家務工的沒有對外聯繫 導致於他們會在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反應 沒有辦法調適 人際關係會是中斷的 那壓力就會更加增大 所以其實不論是工時或工資 包括心理上的這種狀態 都會因為他的這種非常糟糕的勞動條件 而互相牽連的影響 那這個勞委會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我們一直在爭取有多久 都一直在跟老會要求這個部分 他不可能不知道 只是不要處理罷了 這其實聽起來實在是非常非常的荒謬 我們看到在媒體上面看到一些 哇這個外籍勞工或者是家庭看護工 非常的 有時候你感覺他非常的殘暴 或者是他非常非常的不理性 非常非常的可怕 可是這些所謂的可怕 這些所謂的可怕還是得要先把它掛號 這所謂可怕的這個背後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一個所謂的工時跟所謂的薪資的問題 那其實也包括了在這個所謂的 剛剛我們談到 在這個家庭看護裡面的 這個工作裡面的一個黑盒子 那更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的是說 其實像進入剛剛談到的是 其實我們的勞委會也早就知道 這些勞工所遭遇的這些慘狀 不管是從官方所做的調查 或者是學者專家所做的報告裡面 都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非常長工時的這種情況 可是我實在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去做 那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跟勞委會的 跟勞動部的這些接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看到其他的國家 他們怎麼去處理 或者是他們去解決 我們剛剛台灣的 類似像台灣這個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訪問進入 希望這次的比賽 在各位大力的幫忙之下 能夠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把他們心裡的這些想法 行註於文字 讓我們這次的活動 能夠更豐富 第一階的移民工文學獎 在國內是真的是創舉 讓更多的優秀的文學 新移民的文學 能夠來展現 讓國內能夠看得見 我們希望這個文學獎 是進入台灣的文學史 非常期待這樣的一個文學獎 他可以一直保持著 他的這樣的一個一直性 既是條件很有限 可是他又要不斷的拚命 創造新的條件 參選資格 參選資格就是在台灣 曾經在台灣 或者現在在台灣的新年 旅行 讓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同時也能夠和諧地 在台灣的這段時間 能夠相處 我們希望他們用力去創作 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可以把他們的生命故事講出來 希望台灣文學可以更豐富 來吧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燦爛時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製造庫 聯合直播的節目 我們透過訪談 我們也透過影像的紀錄來 為大家來分析來討論在台灣社會運動 看似在抗爭的行動的背後 其實有更多的法令制度跟結構式的問題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邀請到的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理事長吳靜如 來一起跟我們來談談 台灣的所謂的家戶勞動 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外籍的幫傭 在家裡面他們所遇到的遭遇 以及在法令制度上面的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靜如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 有特別的提到說 在台灣的這種家戶勞動 彷彿是一個黑盒子 就是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的可怕 很多時候勞工能不能有好的待遇 其實都取決於雇主他本身的一些 基本的態度或者是一些良知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 台灣有非常非常多好的雇主 然後特別是為了這些 從異鄉來到台灣來協助我們家庭工作的一些朋友 來對他們是非常非常好的對待 但是其實也會有一些這些雇主 可能出於他自己的私利 或者是他就覺得說 反正你就是來幫憂 你就是來聽我的 可是我們剛剛談下來 結果我們發現台灣的這種所謂的政府 在這個部分 特別是在工時或是工資上面 其實對這些的勞工 其實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我想請問 假設你剛剛也提到了說 在台灣的這些所謂的勞委會 或勞動部也好 他們其實都知道這些外籍的狀況 可是為什麼他們遲遲不介入 難道他們真的沒有辦法嗎 其他的國家他們怎麼樣去介入 這一種所謂的家務勞動當中 可以這些外籍的幫憂 甚至本國籍的幫憂 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在工時跟工資上面的一些保障呢 其實越來越多國家 包括美國的很多州 包括以色列 都已經有特別對於 家務勞動者的這個法令保障 工時的設定跟工資的設定 都在這個法令保障裡面 那我們也提出 在2003年就提出了這個 家事勞動保障 家務勞動保障法 家事服務法 那這個家事服務法裡面 我們也要求雇主 其實是要做了工時的記錄 也要求勞工要做工時的記錄 因為每一個人的工作時間一定有限 就是體能上一定有限 不可能期待這個人是無限的 然後在這個法裡面 我們也要求就是要有一個讓勞工可以休假的時間 然後每七天休一天是不為過的 我相信我們現在很多人覺得一個禮拜休兩天 搞不好都還不夠 對 所以這些休假跟工作時間跟薪資的規定 其實都可以操作 或許他會比現在稍微麻煩一點 可是為了一個基本健康的勞動者 他就應該要有這樣的做記錄的方式 然後我們也覺得另外一個方法 目前的勞工其實都在每個個別家庭內 對 沒錯 可是事實上也不見得有這個必要 如果24小時需要三個人來分擔每個人8小時的話 其實就是輪班的方式來做 這也不是不行啊 不一定要一個人都在那個家裡面 然後來做24小時 所以其實不是沒有方法的 各國正在實現各式各樣的方法 那只是台灣政府不要連嘗試都不願意 可是在實務上坦白講 如果你家裡面有一個身體不便的一些老人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小孩要特別的照顧 那其實你也不太會願意 你們家的所謂的外籍勞工很多事情要想的 就是讓他可以上下班 因為老人家他隨時需要照顧 可能半夜起來要上廁所 或者是有可能什麼緊急的狀況 而且在台灣你也看到在所謂的雙薪家庭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在這種很大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他可能要非常努力的賺錢 他才能夠去養活他的爸爸媽媽 那這個對很多人我想很多的雇主大家也許不會願意有這樣的一種制度吧 他可能也不單只是一個勞動部的問題吧 應該說這就提到我們最近政府在推的長照雙法 就是把長期照顧制度 就他們來說是要把它做成一個社會福利制度 我們也知道 就說台灣到目前為止就是因為沒有這個長照的法令 就是沒有一個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 所以所有的這些家庭照顧責任都落在每一個個別家戶身上 那真的沒有每個個別家戶可以承擔出這樣的照顧 如果家裡有病人的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照顧病人是一個非常耗人力而且耗時間的事 所以如果家如果國家不伸手來幫助家庭照顧這些人 那其實每一個家庭就沒辦法就是得犧牲另外一個人的 可能半輩子或一輩子來照顧這個人 這個不論對被照顧者或照顧者或這整個家庭來講 其實都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就是說國家應該要介入 包括之前在推這個家庭服務法的時候 我們也這樣說 現在他推出了長照法令 我們也這樣說 那目前推的長照法 完全沒有把在台灣的這20幾萬的家屬移工 跟在家裡照顧自己親人的這些家屬們 納入長照的規範 納入長照人力規劃裡面 那我們也都知道就是政府其實 因為有了這些廉價的家屬 家屬勞工 勞動部每年在訓練的那些所謂家庭照顧者 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去找工作 所以他們每年拿到證照 但是每地方去 但是這些家屬移工 其實每天都想放假 但又沒有人替代手可以來替換 所以這就成了一個很荒謬的狀況 那現在有長照的制度出來了 我們更希望透過長照制度 讓被照顧者跟照顧者兩邊都被顧到 這個是很簡單的邏輯 如果你照顧人的人身體不好 你被照顧者也不會得到完善的照顧 所以包括之前那個 有一次社福機構也都在嘗試了 譬如說社區內的互相照顧 有一些社福機構也甚至把這個照顧的人員 讓三四個照顧人員 分擔十個左右的家庭的照顧 有一些社福機構甚至把社區 把家戶有日照中心等等 所以如果把家務移工 把照顧家庭的人都納入這些照顧的人手裡面 然後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 其實各式各樣的需求 就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被好好的規劃 譬如說有重症者 他可能沒辦法就是可以出門 那可能需要24小時 那這樣的重症者適合在家裡 還是適合在機構 那有一些非重症者 那他適合在日照中心呢 或者適合有人在家裡幫他陪吃飯就好 或者是失智者 然後失智者如何能夠讓他透過這個互動 慢慢的讓失智的狀況 不要持續的糟糕下去 其實只要人力夠 能做的事情就會長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政府目前的那個長照制度 根本就是 就是隨便非常隨便非常潦草的一個規劃 他最多只規劃了機構 其他所有的可能都沒有 可是其他所有可能才是我們現在需要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主張就是說 個別家戶不能再 不能再以個別家戶聘僱這個勞工 就是應該講 長照保險法如果通過之後 應該不要讓個別家戶聘僱勞工 就是說如果我們需要24小時 那就讓三個人輪替 就要三個勞工輪替去照顧 這個24小時都需要照顧的人 也可以讓這個勞工可以有比較充分的休息 你的意思是說未來這樣的一個法令 如果通過之後這個所謂的僱主 他就不是所謂一般 他由僱主去跟仲介去接洽 然後再去找這個家庭看護工來 而是透過某種的機制 某種的制度 甚至由國家或是由社區的這個過程去找 這個所謂的看護的這些朋友 來去協助這個家庭的一些事務嗎 是就是如果他是一個機構來聘僱 那這個機構可以調節他自己的這些照顧員的人手 他應該派這個家務移工去做的是 幫他陪伴他做這個晚上的照料呢 或者是去幫他煮頓飯 或者是他其實在這個八小時內 他可以去幫忙 大概七八個在附近的家庭都煮飯 而且幫他整理家務 所以這種比較有彈性的照顧方式 其實是應該被發展出來的 這個聽起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合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兩個 一個就是沒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專業的服務 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常提到 包括像大學教授也需要好的勞動條件 KTV的這個工作員也是需要好的勞動條件 那護士醫生也是一樣 家庭看護也是一樣 所以沒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專業服務 沒有專業服務 那當然這個所謂的服務 我覺得從一個服務業的角度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一定是越做越糟 這是一個嘛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合理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不要讓這個家庭過度的去承擔 這個所謂的照顧的責任 因為我們知道常常很多的家庭 是因為為了照顧父母親 為了照顧家裡面的殘疾者 他原本是一個和樂的家庭 最後因為心力上面的疲累 在經濟上面的不足 所產生非常大的內部的衝突 所以很多家庭因此而適合 這讓人家看起來是非常非常難過 特別的這種所謂的惋惜 不過這些都是非常合理 而且是一個有效的這個制度 我不懂耶 我不懂就是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 為什麼不去做這件事情 這不是一個 我沒有不懂老實講 就是其實我們在之前還 長照還沒有出草案更早之前 我們就想辦法 就是甚至算出了一個基本的預算 給那個中低收入戶的家庭 種產者的家庭 讓他們的勞工可以如何 一個禮拜有一天休假 如何讓本地的勞工可以進去 就是在那一天休假 就是剛剛講就是 勞委會之前訓練了很多 就是中高齡的婦女的二度就業可能 然後這些如果可以 如果休假的外勞可以出來 中高齡的就業可以進去 那照顧被照顧者才確實有 可以被照顧的狀態 沒錯沒錯 那我們甚至把預算 我們這種小小民間當然都用力 把預算算好攤在他面前 可是他還是不願意 當初呢就拿說 即將要規劃長照制度 來當一個推偉的藉口 那現在呢甚至又反過來講說 那這個家務勞工的保障 跟長照制度沒有關 可是所有人連膝蓋都會知道 怎麼可能沒關 就是如果你照顧者跟被照顧者沒有關係的話 那這怎麼會是一個好的規劃呢 所以另外有一種聲音是說 在講長照制度的時候 有一種聲音是以一個消費者的位置來談話 就是說一個消費者 他如何把他們家人放到一個比較好的被照顧的狀態 那這個被照顧的狀態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狀態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設備 要有什麼樣的軟體 要有什麼樣的硬體 要有什麼樣的人 要有什麼樣的服務品質 可是以這樣子來說 完全都看不到裡面的勞動者 對 所以就像我們很容易抱怨司機 為什麼那麼就是不專心駕駛 可是從來沒有去顧慮到司機 他的勞動狀態是怎麼樣 那照顧者跟被照顧者更是這樣 就是被照顧者已經是一個需要照顧的人了 那照顧他的人的勞動品質一定要更好 怎麼樣保障他的勞動品質 就是他的勞動條件要被保障 那我不懂台灣政府到底是 就是居心是什麼啦 這麼簡單的理解 這麼簡單的邏輯都不接受 我覺得他某個程度就是 故意要讓這些廉價勞動力的存在 就是讓廉價勞動力的存在 這20幾萬的勞動力存在 就可以抵消了他其實做不出來一個社會福利制度的這種 其實做一個社會福利制度真的不簡單 你必須要花心思去規劃跟調整 現在的制度狀況 他就是不要做這個 所以他讓這20幾萬的廉價勞動力繼續存在 所以他叫做雙軌制 可是事實上就是讓廉價勞動力繼續的 以至於社會福利制度沒辦法長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刻意的 並不是說他不會做 他刻意讓廉價勞動力存在 以至於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出來 但是實際上大家還可以好像有個東西可以依賴 包括有很多這種社福團體都反對我們去爭取 家務移工的勞動權力保障 因為他們說很多他們的會員 其實都已經習慣有外勞在身邊了 那這個是上從政策下從人民的一般生活 就都會這樣子被養成 那我們怎麼可能期待台灣有一個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呢 我想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的困難必須要面對 包括你剛剛提到其他的社福團體也必須有很多的溝通 可是我其實覺得更重要的是 其實政府他本來就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他其實也用廉價的勞工 也用最廉價的方法在執政 他用他最便宜形式的方法 再去面對台灣非常嚴重的勞動問題 或是長照的問題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很大原因是 他可能被敲的不夠型 他必須要更大的力量 才能夠讓這些我們的政府官員知道 其實這些從好的制度來講 對台灣所有的人不管是被照顧者或是照顧者 他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今天非常謝謝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理事長靖茹 來跟我們一起連線 謝謝靖茹 我們下次有機會等人靖茹一起來聊天 謝謝靖茹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PNN的網站上面可以看到直播 之後在公民行動影音進入資料庫的網站 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場完整的談話連動 謝謝靖茹 謝謝大家 謝謝 我的愛會給你個擁抱 我讓我來擁抱 我為你個擁抱 你穿著 Mart 把我擁抱 我擁抱 我擁抱 mé-money 擁抱 我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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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擁抱